这几天国内的头条新闻是有不肖业者在起云剂当中违法添加了塑化剂造成大量食品遭到污染 而事实上现代人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吃了越来越多经过加工的食品 不知不觉也吃尽了不少添加剂 有专家指出很多标榜喝了会健康的果汁饮料 其实里面可能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果汁 而大部分都是香精着色剂还有粘稠剂等等化学物质 明明叫奶茶不过一般早餐店卖的奶茶加的是这种标榜用奶油安定计做成的物质 奶茶没有真的奶芒果汁也不一定需要用到真的芒果 拿一杯水加入芒果香精芒果汁就做好了 利用食品添加物几乎什么口味都能被调配出来 很多人误以为喝果汁饮料就像喝真的果汁一样浓稠 其实是缩甲基纤维素呢在制造口感 它就是一个粘稠剂让那个果汁不是只有轻轻如水 或者是一些颗粒它反而是有一些那种像那种勾芡的感觉 味道被合成连狗都信以为真 闻着透明液体也舔舌头 因为肉精有香香的肉味 根据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剂规格标准 名列17大象共500多种食品添加物 加了并不违法 连老满目的饮料多少都有加 专家指出这些加料的饮料能畅销 因为消费者不想花力气又想色祥会俱全 都不想用那种最基本的方法做起 都想说要述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健康 等于是交给食品工业去了 那今天发生这种事情呢 其实消费者你要自行 虽然没有科学证据直接指向 吃了这些化学添加剂就一定会让人生病甚至离癌 不过并从口入 亦是建议这些化学的东西还是少吃为妙 专家和医师提醒多吃天然食物像蔬菜水果 一定比喝人工的果菜汁食品健康 而多喝水肯定比喝色香味俱全的饮料 来得节可省钱 故身体 记者 邻居美 邱福财 台北报道